大家好 我是文睿 刚才看到了一张图片 确切的说是一个海报 是一个召集大家参加一个集会的海报 看到这个海报以后我很吃惊 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咱们值得来好好聊一聊 那么它是什么海报呢 这个海报它的背景图片 很多朋友可能都看到过 就是台北的101大厦 前面美国的那架运输机 缓缓飞过 就是这是背景图片 然后在这个海报上面还有很多字 字都很大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念 上面是四行字 怎么说的呢 美军入台 红线已处 武力统一 刻不容缓 这个气氛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了 什么意思 咱们接着聊 然后在中下端 还有两行字 我也给大家念一下 不要贵台办 十万爱国青年大集结 大家可能能进一步感觉到 它这里面有个贵台办 贵就是下贵 给别人下贵的那个贵字 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想要说的是国台办 然后它把那个国字谐言成贵 就意思是现在美国的飞机都已经到了台湾了 你们还没有什么作为 你这个国台办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我们不要你 不要你这样一个像台湾跪着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他就召集这些爱国青年 所谓的十万爱国青年 去集结 到哪集结呢 地点在北京市西城区 广安门南街六港一号国台办门口 你看这地址说的非常详细 那么时间是2021年6月12号星期六 也就是这个周六 然后呢 上午的11点45分到下午的5点14分 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很特别 一般活动 比如说我们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对吧 或者中午12点到下午6点 都这么取整 对不对 他这个时间你说 上午11点45到下午5点14 这10点45 我没想明白 但是他这个5点14吧 可能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味 5点14就是514 或者514 这么一个意思吧 就是我作为爱国青年 我可以为国家奉献一切 有点这么点韵味 这是我的猜测 所以说整个他这个图片呢 这个海报的意思 就是号召这些爱国青年 对吧 现在呢 这个美国太过分了 但是呢 这个中国政府 国台办还没有什么反应 对吧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而事可忍 孰不可忍 我们要有行动 就拿出我们爱国青年的这些行动来 这么个意思吧 当然刚看到这个图片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 可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图片是假的吧 这图片是一些对吧 就是不喜欢中国政府 不喜欢习近平的人 可以搞出来的吧 高级黑嘛 对吧 就是要羞辱习近平嘛 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难堪 所以他搞了这么一张图片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很大 大家觉得呢 但是哈 有一点 如果这个图片呢 他看的人足够多 传的足够广 那这个事情 他就会实实在在的 形成一种压力 传递到中南海 传递到习近平那里 这是肯定的 是吧 而且呢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真的吧 因为在中国吧 就说很多所谓的爱国青年 那从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嘛 对吧 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台湾如何如何 台湾如何如何 最近就是美国的军队 对吧 进入台湾之日 则是北京武统台湾之时 这话叫得非常响亮 对吧 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专家 所谓的什么学者 对吧 所谓的什么媒体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表达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些爱国青年 他就记在心里了 他深深的相信 这一点会实现 对吧 当他们看到美国的军机 对吧 冠名为环球霸王的军机 运输机 在全球的众目睽睽之下 他而皇之的 就这样的 大大方方的 就在台湾着陆了 他们什么心情 然后北京呢 还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什么心情 他们觉得内心受不了啊 对吧 我们大国国为何在 我们大国崛起 如何能承受得了这种羞辱 就基本这样一种心态吧 所以他们就做出这么个图片 这也有可能是真的 两方面我都分析一下 但是不论是真是假吧 客观效果 确实是让习近平很难办 让习近平很难堪 对吧 就让全世界 看了习近平的笑话了 他现在不可能动台湾了 这个事情 他要真这么做的话 那他权力可能不保啊 他自己整个家庭的安危 都会出问题啊 是不是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不敢动 但他心里气啊 气怎么办呢 我就想起一个人来 胡锡进 习近平就琢磨了 到底这话都是谁说的啊 对不对 哪个媒体机构说的 哪个人说的 都站出来 亮个线 报个数 对不对 那这一几年吧 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 但是胡锡进 是说的最明确的 反正我感觉是最明确的 那习近平想了 那我对付不了美国 我还对付不了你啊 我还收拾不了你嘛 那咱们往下看 看看下面这个胡锡进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结局 咱们慢慢看 总之吧 这次这个事情吧 它就形成了几个 非常客观实在的结果 第一 就是 美国一行思 你不是红线吗 对不对 那我就碰碰看 一看 哎呦 这所谓的红线呢 是一个很虚的一条线 对不对 我跨了也就跨了 那么下面 我们就按部就班的 该怎么弄怎么弄 进一步 加强和台湾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客观效果 第二个客观效果呢 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让全世界 看中国政府 看习近平的笑话了 不仅仅是全人界 就是在体制内部 很多人 可能都心里偷着乐呢 就是这样 他们就想看习近平笑话吗 这是第二个客观现象 客观事实 第三个呢 就是有很多所谓的这些爱国群众 爱国青年 他们会很失望 他们会很难受 他们可能会因此 会清醒过来 原来这些事情 都是在忽悠我吧 就这样 就这么几个情况吧 那么 这个活动 这个海报传出以后 会不会在星期六 有人去呢 这里面说集结十万人 要我估计吧 能去一百人 就不错不错的了 为什么呢 所谓的这些爱国青年也好 他们吧 都是 很多人都是那种 就是说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没有什么自己的信念 他们是时刻在揣摩北京的意思 在揣摩习近平的意思 按照他们的思路形式 对吧 昨天我不就说了 我说肯定会有一些爱国青年出来说 你看这不就是飞机来吗 对吧 军队也没来 对不对 用这种方式给北京打人场 今天还我还看得真就好像有人这么说 就是这样 这个是他们的行事方式 他们不是说那种一根筋 对吧 怎么怎么样的 没有那么强烈的原则感 所以说呢 我觉得能去一百人就不错了 一百人可能都不到估计 然后呢 说这个图片在这个中国大陆能传播的很广吗 不可能 你要传这种图片肯定都会被删帖了 对不对 不要看你表达了这个内容如何如何 好像你挺爱国 你爱国 你的姿势也得正确 你不正确不行 铁也得给你筛 你说你真要去集会 那这个社会主义铁拳呢 可能就有可能砸到你头上了 我说的没错吧 就这么个情况 而且现在吧 就是说 全球吧 很多国家对北京都相当的不满 他一看这个情况 大家对北京的这种恐惧感呢 可能就越来越淡了 越来越弱了 以后呢 就该怎么样怎么样 该做什么做什么 可能动作就会越来越大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几乎会到来的趋势 那北京这边能怎么样呢 习近平能怎么样呢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要关系没关系 基本把人都得罪差不多了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吧 就是习近平真的特别无奈 那么这个整体趋势呢 会怎么发展呢 咱们还得慢慢看哈 一点点看 一点点聊 行 今天啊咱们就聊正多哈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